主动和民众打招呼 台南市长黄伟哲身段更软 亲和力十足 大数据网站最新调查 黄伟哲好评影响力第一名 网络温度计日前公布 全台县市首长好评影响力 台南市长黄伟哲正平比例有30% 不平比例也只有16% 荣登全台首长好感王 第二名则是新北市长侯友宜 台中市长卢秀业也挤进第三 至于讨论度很高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则是排名15 正平比例只有11% 但负评比例竟然高达24% 正平是所有首长里面最低的 然后负评是所有首长里面最高的 他们就继续努力啊 现在的这个网络的好感度 能够好像充得蛮高的 这点我们要谢谢大家的支持 更在意的是市政满意度 楼登全台好感王 黄伟哲超淡定 但也符合他冷命笑角的风格 哎呦 哎呦 议员学猫叫直询 黄伟哲不动如山也曾为了提振台南观光 不惜杠上中央 这回网络好评民调第一名实质名归 不过来营的侯友宜跟卢秀业也很争气 占据第二第三名 市长重视公拓倍增 从过去的五间已经成长到十二间了 还有反对空污 不过在网络声量第一名台北上柯文哲 以七十九万五千两百五十七篇讨论 稳坐全台的声量王 第二名侯友宜 社群关注也有八万八千六百三十五则 卢寿业也有三点三万则 除了试者满意度 政治人物想出头天争取曝光 好感度以及网络声量 这名次当然也不能太难看 借台中台南综合报道